如果有十几吨的海鲜免费送给你 你会怎么处理呢 每次出海归来的巨轮底下 都附着着十几吨的海鲜 为什么没人敢吃也没人要呢 不管家住不住在海边 海鲜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 那么长在船底的海鲜你见过吗 每次出海回来的巨轮船底 都需要供人们用高压枪 不断清洗并刷洗上面的海鲜 难道这些海鲜被刮下来以后不能卖钱吗 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但骑士轮船上附着的正是臭名昭著的寄生恶魔 藤壶 而他们最喜欢寄生的就是 鲜云和海鲜这一类的海洋生物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视频中 看到人类给海鲜清理身上寄生的藤壶 那么藤壶究竟是什么东西 让海洋生物都束手无策的藤壶 是一种附着于海边岩石上的 有着石灰之外壳的节肢动物 而藤壶属于雌雄同体 在热带海缺的藤壶能一年四季都保持繁殖的状态 由于寄生体质 它们经常会粘连在沿岸码头 船地以及海底电缆等地方 给人类的生产活动造成很大的危害 一旦船只被藤壶寄生 就会大大降低船的航行速度 从而增加燃料的使用 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是一个藤壶控 他花费了八年的时间用于研究藤壶 但正是因为自己对于藤壶的研究 为他日后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称这段时间为八年藤壶 而且达尔文制作的藤壶标本还被很多博物馆收藏 虽然藤壶背着寄生恶魔的称号 但实际上也为科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骏轮返航 船底还附着十几堆海鲜 为什么没有人敢吃 反而还把其当作垃圾处理掉了 它们究竟是什么生物 其实说藤壶是寄生动物并不完全准确 它们并不靠宿主为生 一般的寄生动物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它们会以宿主身上的养料为生 不是吸血就是吃宿主产生的排泄物 最常见的就是满虫 而满虫的主要食物 就是人体产生的皮肤碎性 但是藤壶却不是这样 宿主对于它们来说 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是永久性的 藤壶并不会像其他寄生生物一样 汲取宿主身上的养料 相反它们是以海洋中的一些浮游生物 和海水中的有机生物为食 在之前的很多研究中 生物学家都认为藤壶是人体生物 属于海洋中的一种贝类 但一直到十九世纪时 科学家通过对藤壶幼虫观察后才得知 藤壶原来是节肢动物 它们和蜘蛛螃蟹是亲近 但是不管藤壶属于哪种生物 它们的存在对于海洋生物来说 简直就是恶魔 藤壶会经常寄生到精语 海龟等动物的身上 但仅限于游素较慢的动物 而且寄生的很多动物 都是年老体弱或者是有疾病的生物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被藤壶寄生的海龟 人们会拿工具帮其将身上的藤壶处理掉 然后再放回海里 但其实这样的做法不出意外的话 海龟会在一周内死亡 能被藤壶寄生 说明这只海龟本身就存在健康问题 人们用刀剔除藤壶的过程中 会使龟客表面受损 放回海里很容易引起细菌改人 巨轮的船底每次返航时 都会附着着很多海鲜 为什么没人敢吃 反而还会被当成垃圾处理掉 水手们其实是很讨厌藤壶的 虽然现在科技进步 但依旧阻止不了海员们对藤壶的厌恶 因为藤壶非常喜欢附着在船底和螺旋桨上 不仅会减慢航行速度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燃料的使用 并且每年还要花费金钱 来找人处理船底的藤壶 而处理下来的这些藤壶 没有任何经济价值 最后只能被当成垃圾处理掉 不仅如此 藤壶在腐烂后还会散发恶丑 令人难以忍受 一些海上的建筑被藤壶附着之后 会加快腐蚀的速度 海底光栏以及海底隧道 都受到了藤壶的影响 一些藤壶幼虫会附着到这些建筑的表层 然后释放出一种粘性的胶体 并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凝固 粘性就像胶水一样牢固 很多人会说藤壶其实是可以食用的 其实仅仅是干净的藤壶可以吃 渔民们会收集藤壶来下饭 虽然肉少 但也是可以食用的 但是现代的船舶底部 和海上建筑表面都会涂油漆防袖 而藤壶附着以后 会吸附油漆里面的有害物质 因此只能作为垃圾被处理掉 虽然让人讨厌 但其实海洋的生态却离不开藤壶 它们对于宿主很挑剔 如果宿主的速度过快 它们就会选择下车 重新选择寄生的动物 因此那些游得慢的动物 就很容易被藤壶寄生 健康充满活力的海洋生物 是不会被其寄生的 即便是成功寄生在健康的生物身上 也会被宿主抖下来 很多境遇会利用海水的冲击力 将身上的藤壶冲掉 而虚弱的个体对藤壶只能束手就擒 阿呆杂会说真搞了